作词 李宗盛 这个是Auto P&R这一块 我大概解释一下 这一块的流程 是什么意思 之前是不是有教各位做 HDL Synthesis 这个工具是不是装了 这个Design Compiler 你原本的 HA的Code 半家气的Code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一个Always Add什么东西 这有看到电路吗 没有嘛 这个是不是只看到电路本身的 行为模式而已 就是说它的行为模式 我没有看到电路的本身 但是你经过Compiler之后 它会帮你转出像这样子的码 就是 它是用XOR跟AND杂去兜的 这个东西兜完之后 它还不是真正的电路 它要经过Place and Rout 所谓的Place and Rout 就是说我把这一个东西 你们都画过类药了吗 你们是都画过类药了 我把XOR贴成一个真正XOR的Sale 一个XOR的原件 我把AND杂贴成一个AND杂的原件 那XOR跟AND杂 彼此之间是不是有线来拉 所以这个叫做Lout Lout是绕线的意思 所谓的AutoPlace是说 我自动摆放我的电路这个Sale 我的XOR的Sale 我的AND杂的Sale 我Sale摆上去之后 我还自动帮你把线牵起来 这个叫AutoP&R 这样才知道我的意思 那这样子你是不是省掉很多力气 我只要把电路的行为模式写出来 我不用管细节它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Compiler 可以帮我把电路编译出来 它可以编成各式各样的电路杂 然后经由P&R去把这些电路 换成真实的原件 摆设到你的Layout上面去 再把线牵起来 这个工具以前我们常用的 有什么SoC Encounter Synasis IC Compiler 现在跳到这边来看 它这里是归类在Physical Implementation 今天你要讲的是这个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本来是叫SoC Encounter 但是现在这个不叫SoC Encounter了 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 什么Innovus Implementation System 这Cadence的 它说这是Industrial Leading Embedded System Processors 16NN 14NN 10跟7 那它可以做什么呢 Unique New Capabilities Implacement 就是摆放 Ultimization最佳话 Louting Louting就是说绕线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Clacking Clacking是说 设定时迈数 这个 因为你们没有走过Sellbase流程 你们不晓得 那个时迈数有多重要 通常我们在做时迈数 会变成是一个H型的 H型的形式 我大概解释一下 我给各位看一张图 这张图 你今天从这里发出一个时迈的讯号 是不是一个上升波 是不是上升波 你这里是不是会有很多个Sell 比如说这里D Free Flop 这里T Free Flop 什么乱七八糟Free Flop 是不是都要接触到Clark的讯号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Clark的讯号从这边到这一个 跟从这边到这一个 能不能同时到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为什么呢 你这边的Sell已经trigger 已经收到上升源了 结果这边还没收到 等到这边收到下降源的时候 这里才收到上升源 你整个电路就毁掉了 听我的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这边会讲说Clacking的意思 就是说 它在编电路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你不要想象从很简单 我今天是给你看这个最简单的 这个什么 我今天是给你看你这个Half Adder 这Half Adder很简单嘛 对不对 闭着眼睛随便贴两个都会动啊 是不是 你今天贴个CPU来看看 保证不会动 为什么你Clark Tree没有做Balance 没有做平衡数 什么叫平衡数 平衡数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时迈讯号送出来 到任何一个Node 它都要一致 所以这一棵树要打散 而且要 它的Delay要一致 特别在你如果没有做Sellbase的流程 你如果做Sellbase的流程 你们光是在这边 你们就会踢到很大的贴板 所以你看哦 这里 这里有一个H数 整个电路里面的时迈讯号会长这样子 从这里发出来 每个都是平均的 都是同样的长度 啊 如果做得不好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装NINAS的机器 插两条记忆体会当机 插其中任何一条记忆体都不会当机 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两个记忆体 两条记忆体的时迈不匹配 它时迈不匹配它就会当 在买记忆体的时候 我还特地挑同一个厂牌 同一个型号 还同一批出来的 也是会有这种情况 可是你知道吗 放任何一个 就是说我两条RAM 同时插会当 对不对 但是我插任何 其中任何一台 电脑都很稳 都非常稳 也就是说 这两条RAM 都符合规格 但是它两条就是不匹配 这种情况偶尔会发生 这就是Cluck的问题 Cluck不匹配 这个部分算是我们学校 我们系VSI设计概论的内容 会稍微讲一下 实作的部分会是 Sellbase流程 这个应该是偏研究所的课了 这不是我这本课 只是说 你灌这个软体 你还是要有一些idea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针对 Cadence 以前叫SoC Incom的 现在叫做 Innovus Implementation System 我们针对这一套 来做安装 你看 它有爱KSH 它有爱CSH 我们都没有了 我们只有Bash 有啦 其实有做KSH 还有CSH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主要的Share是Bash 这个东西 目前有这个18.11 19.12 我假设这个是2019年的意思好了 所以我们还是装这个版本 我们还是把这个版本抓下来 那现在请各位去下载这三个档案 把它抓下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东西的流程走完 一样照之前的方式来走走看 看能不能叫界面出来 我大概只能叫你做这样子 后面的我没办法做 这一套是 只能开软体连做都不能做 你说为什么不能做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 我现在要做Place 我就要有什么 我就要有XOR 再叫M20的Sale 你有没有那个Sale Library 你其实没有Sale Library 现在到软体资讯这里 在这边有Sale Library 但是我很怀疑你这个可以抓下来 你看都不给你抓了 是不是只有软体简介而已 FREE的搞不好可以 也不行 都不行 就是给你看烤肉 不给你吃烤肉 只能给你看到烤肉而已 连肉香都闻不到 再来给你说 有这个东西 好了 没了 抓不下来 所以没办法做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部分 AUTOPIA这个部分 我只会装完 打开那个软体的界面 跟你说 烤肉长这样子 你不能吃 有不了解 后面Caliber 我们已经做过了嘛 所以这个我就不做了 Sale Base流程的Caliber 跟Forecast and Flow的Caliber 基本上是一样的 因为它都会有做一个 Repplacement 所谓的Repplacement是说 我把这个电路 空空的电路 你现在看到XOR杂 不是真的XOR杂 他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他给你看到是一个空空的XOR杂 就说 我解释给你听 我们现在XOR杂 是不是可能他给你看一个Layout 那这边有两个 XOR是不是两条线 是不是input Xinput Y 这个XY 然后这个是out 是他的输出 那他摆置在电路上面的 他放到电路上面的XOR 也是长这样而已 他不是实际的Layout 这个autopian 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一个叫replacement replacement是说 把真正的XOR杂 把这个抽掉啦 换成真正的XOR杂 但是那些东西不会给你看到 因为 sale library是 公司的机密 所以他没有给学校 我如果给你看我每一个sale都怎么画了 以后你都不用跟我买啦 所以他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包起来 不让你看到 他里面的Layout长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在学校画电路画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看过商用版的sale长怎样 他就只给你一个黑框框 就是说 这个点 就是XOR杂的 X输入 这个点就是XOR杂的Y输入 这个点就是XOR杂的输出 其他你都不用管 剩下里面电路怎么摆 你都不用管 然后他跟你讲说 这个sale 这个原件 他有用 Metal Layer 1 他有用那个Metal 1 所以你上面不可以有Metal 1绕过去 Metal 2 Metal 3 Metal 4都可以绕过去 但是Metal 1不行 因为他画一个sale 他用掉Metal 1这个Layer 那其他那个什么 其他那个什么Contact Diffusion那些Layer 你也都不能画 因为他画一个电路 你们都有画过Emerter 是不是你会用到Contact Metal Diffusion那些Layer 都有用到对不对 还有用到Metal 1 如果是我教VSI实务这门课 我会要求你单一的一个sale 不准用到Metal 2 OP 又看你画多大 比如说什么And 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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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rt那些东西 我都不准你用到Metal 2 Metal 2到时候再来做走线 所以这一个讲完之后 我们就会来讲 Extro IC Compiler 我们先整一好了 整一整了有时间到来整二 这样这一头就走完了 这一头走完之后 我们再过来看Atira跟Nainix 这样这个学习就完了 现在请你去抓 Innovus的 这个安装的档案 它有三个 请你把它抓下来 等一下我们来开始做 解压缩跟安装的流程 抓完的话会有这三个档案 Innovus 是 是不是有这三个档案 有这三个档案的话 接下来怎么办 是不是解开 所以指令很简单到这里 打 TAR XLVA Innovus 就是 Eof3-C OPT EDA 这样让它去跑 一个一个去跑 跑完这样子 就解开了 解开之后 这一套软体 我们没装过 所以可以到它的 其实我已经解开了 其实我已经解开了 我现在只是做给你看而已 你可以到OPTEDA Innovus 目前这个目录 是不是DOC 有一个install的目录 可以来参考 我把C里面中设定 看一下 我没有写TOOS 这里 所以你设定一个 所以你设定一个 这一个东西 你看他这里是说 BSH 是不是设定 路径是什么什么什么 TOOOS BIN 我们来看看这样子 能不能跑 然后 Export PASS 等于 PASS 那接下来测试的话 就是打INNOVUS 我刚刚已经有打了啦 我刚已经有打了 然后出现错误讯息 啊我又把错误讯息给修掉了 来哦 做一个你看 我打Source BSHRC EDA 这样子做完之后 打INNOVUS 是不是有看到Innovus 这头只能这样而已 这一套只能这样子 因为我也没有Standard Sale 你看这里是不是有Sale 有没有看到有什么Sale 这一套只能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有什么Sale 这一套都没做了你看 这一套都没做了你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讯息 这边的讯息 这边的讯息看起来怪怪的 所以我们来研究一下这里的讯息 他说有一个ERROR 没有办法 打开 LIV INNOVUS 22.SO LIV DESIGN.SO 有没有看到这个错误讯息 他也没有办法打开 这一个.SO 然后他说这个OA 无法启动 他这个OA是Disable的 除了这个错误讯息之外 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这里有写一个 这里 他说八个CPU jobs allowed with current licenses 他说你目前的授权 可以同时跑八个CPU 假设不行的话 你要设定一个 Max Multi-CPU Usage 这种商业软体 他会设定 你可以同时几颗CPU 像我现在在教各位用LINAS 是不是基本上都没有使用上面的限制 可是这一种商业软体会有 我们因为是学校 他全部的权限都开了 以后 如果各位跑去公司 你就会发现 这个开一个CPU Call 搞不好一年就要多一百万 搞不好我不知道 我只是瞎猜的 这种东西都是算CPU来算售价 多一颗CPU的授权 一年搞不好真的是多一百万 不然更多 我不知道 这个 我不晓得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第一次做的时候出现什么错误信息 你们应该也会遇到这个错误信息 一开始做的时候是出现这个 这个东西 他说找不到LIVNCURS1S.SO.5 这个是真的都打不开啦 直接就跳出来了 这个我已经把问题解决掉了 他安装的套件就是LIVNCURS1S5的套件 指定是这样子 第二个你现在看到的错误信息在后面这边 但是他并没有影响到我 Innovus的执行 我认为 这个部分搞不好是跟OA有关的 所以暂时没有影响到 因为我现在没办法跑测试 我也不晓得 我也不晓得说这个东西跑一跑 跑到一半会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出现错误 沒關係 你先把这个问题先收掉 你先把这个LIVNCURS1S.SO.5 这个问题先修掉 IC618他里面有一个OA 它的版本是叫OA 底线V22.60.019 Innovus里面也有一个OA 它的版本是V22.60.024 这个是60019 这个是60024 我不晓得这两个版本差在哪里 我们现在要用Innovus 假设你要用到OA OA是Open Access的意思 这个我等一下会把这个网址拿给你看 这个是Open Access的意思 它要开放它的原件库的格式 就是说大家可以交换啦 大家可以做互相交换 不然你的不支援我的 我的不支援别人的很麻烦 我等一下要把这个网址给你 那假设你在执行Innovus的时候要用到OA 你就要用内建版本的OA目录 所以你要把OA Home 这一个环境变数指定到这一个目录 那你现在如果说是在用Metuse 618 你在打那个什么IC618的时候 假设你在这里要用它的OA 你得要把这个环境变数切到IC618的 它内包的这一个东西 我不晓得这两个版本 你说老师这两个版本差005 我不知道差005差在哪 但是我会建议你 好Metuse的时候 OA要设定成O 那个Metuse 618包给你的OA 跑Innovus的时候 OA要设定他包给你的OA 知不知道 不要一个OA目录 大家讲给你 因为会遇到问题 我以前遇过问题 但是我已经忘记是什么问题了 所以我说 我这里写说可能会有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是遇上了才知道 诶那很弱的喔 我跟你讲为什么很弱 我告诉你很弱的意思是 是什么的鱼法 你想想看你在Innovus把电路都做完了 结果发现OA的版本是这一个的 不压 你要切开来全部重画 我这样说你如果听不懂 我重说一次好了 你现在没抽手 画一个电路不用多啦 16会员上下属技术去啦 你雷套都做完了啦 啊做完之后 你看你的OA不错 你就要选择那台Di4LVS就顶着 雷套可能不用重画啦 可是你转档转出来的格式 要重新转一次 然后还要再做一次Posim 你们是不是做Posim 做完之后 是不是画完雷套 要做Posim Posim是不是转出来成DB格式 之后再去做 你现在用错格式的话 它跟别的东西不相容 版本不对 你搞不好全部重跑一次 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 因为这两个版本不一致 我以前有遇过 两个版本不一致 就跑不出来了 下不出来啦 所以这边比较麻烦 这个OA的目录 要自己想办法 我现在做一次给你看 我现在是在这里用Innovus 对不对 所以我把OA的目录 自己手动设定 自己手动设定 Enter了耶 你看哦 ENV GREP OA Home 是它设到Innovus的目录 那这个时候再打Innovus 你看哦 我刚刚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都没有了 刚刚这里不是还有一些奇怪的 那个Error Message 有没有 现在是不是都没有了 所以说Innovus我现在启动 是不是没有任何错误讯息了 阿接下来我就不能做了 因为我没有Sell Library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这个只能打开来给你看说 这叫烤肉 阿不用吃烤肉 你自己去想办法 因为我没有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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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算烤肉 这不是算烤肉 肉就用烤肉 没什么烤肉 没什么烤肉 Standard Cell Library 都被锁起来 我没办法 拿Standard Cell Library 来跑给你看 但是基本上 这个没有错误了 可以 随便打一些东西出来看 About 1910 Help Documentation Library 你随便 你随便互教这边的一些功能 看看这些能不能叫得出来 是不是都叫得出来 没有死掉 没有死掉就好了 这样 今天这一套 不是SoC Encounter Innovus 今天把这一套做完 那后一星期 我们来做 Extro 再叫IC砍拍了 还有一个Mikkiway Mikkiway好像也是很大的软体 Mikkiway也是要来 也是要来中中看 Mikkiway 反正时间还够